一男一女爬上橋頂 沿著鋼梁往前行走 照片沒拍到的 這是今年八月 民眾在花蓮金華橋旁 拍下的驚險螢幕 照片PO上網 不要面的行為引來民眾痛罵 警方最後還尋現逮到兩人 以違反社會秩序保護法 和蒙面偽裝 或以其他方法 驚嚇他人有危害安全之餘 移送法辦 但現在法官裁定不罰 理由是 原來翻遍法條根本無法可罰 但這樣的行為會沒嚇到人嗎 透過空拍畫面 沒到現場都能感受到橋樑的壯觀 再看看橋頂到橋下 最高就有七層樓高 更別說鋼梁的寬度 也不過一個成人間寬 此外鋼筋材質表面光滑 整個拱橋沒有任何餐服務 加上橋下吸水不深 石頭也多 難以想像少有個閃失 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看看玩命的兩人 其中南方的臉書上 放有不少他到各個高處 挑戰的流影 自稱是極限玩家愛好 然而現在在現行法規 無法可罰的情況下 就算他們不怕 此離開恐怕引起民眾魔法 這條威靈嚴敬語 花蓮報導 消防之秘書上 消防部 送燈 黑onte 被逮捕